7月1號共產黨的誕生 給了我們中國人多少的苦難啊 共產黨害死了多少中國人 看我 鏡頭看我 好好 趕快換進去 Vlog 心聲 劉大聖 你那麽說 黨旗 不就是為了一張綠卡嗎 對不對 瞧你那B樣 看那黨旗 打印的顏色都不對啊 捨不得花錢去買那些真正的黨旗啊 還用紙打印啊 打印出來顏色都這麼板 你什麽是窮封了啊 要燒賣燒真正的黨旗 別他媽的裝逼啊 你他媽的裝逼就是為了那扎綠卡 還有你哥啊啊 這麼反過啊 你他媽的你你微信砸了還沒被封呢 還在繼續用微信啊 所有的裝逼行為啊 你他媽的這種投機諷詞啊 就想獲得就想靠正幣獲得身份 得了吧 你他媽的在國內都沒 那些反國共產黨呢 你何來裝逼呢 在國外他媽的裝好樣很解決啊 就是搞的那些表演啊 別以為別人看不出來啊 個傻逼啊 他那下面的粉絲還真真 這沒啥腦子啊 被這雕蟲小雞都給騙了 瞧這個逼仔子啊 現在估計共和黨上台以來 那個正幣身份不好拿了 所以感謝川普 驅逐這種敗類 華人的敗類嘛 別以為他是反共的 他反共完全是為了裝逼啊 這個精神美國人 Vlog先生劉大勝 愛理說中國的事情 中國人 還有什麼什麼 這個期那個期 跟你一點關係都沒有 沒有毛關係了 啊 你都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了 你是精神美國人 只是沒拿到綠卡 那裝你媽逼啊 中國的 有關中國的事情 有關中國的一切 都跟你沒關係 操你媽逼啊 現在該把護照燒了嗎 中國護照 你個畜生 操你媽逼我 你們那個 另外他一個哥啊 也他媽的 也是估計要 黑戰美國了 這 這B仔子他媽一家權 他都 都這火事 啊 走著都是歪猛邪道 瞧那B啊 他媽的 這種人還能給中國帶來民主啊 啊 他現在 估計啊 把海外的民運圈都有玷污了 海外的民運圈如果加入這種投機分子啊 你們只會把這 本來就烏焰瘴氣的那些民運圈啊 搞得更爛更臭 臭不可聞 對不對啊 都不是真正幹事的嘛 都不是他媽的 呃 呃 為了身份啊 那你搞個毛線啊 對不對啊 啊 還想通過各種表演各種秀來證明自己是 好像是真心反共 其他媽的就是為了綠卡 別給老子裝逼了 對不對啊 有種來國內燒 對不對啊 有種他媽的像董耀琼一樣的 在上海 那才算你真反共 真心他媽的是 呃 有勇氣啊 你在國外安全地方裝你媽的逼啊 對不對啊 啊 還裝著一本證件 這是只是給一些無腦而看的 咱他媽明百人一眼就看出 穿你的你的那麽小鬼的心思 連個董旗他媽的都買不起的家伙 在那燒 啊 還燒了一扎紙而已啊 抓你媽的逼啊 對不對啊